福利很好却没被砍到的 我们来看看还有很多政府单位 有很多的双心肥猫 尤其现在这样的双心肥猫 怎么看似怎么样抓都抓不完 现在被踢爆的就是每年农委会 都会编20多亿元的经费 来给辖下的农田水利会 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农田水利会 根本用不到这么多 干脆就把钱拿来资助基金会 并且基金会的员工 就是自己水利会的员工去兼职的 像是财团法人台中的环境绿化基金会 他的董事长是谁呢 也就是前国民党立委刘全忠 光是特别费就高达了50万元 比部长还要来得高 不过这些肥猫等于是领了两份薪水 尤其这样的基金会总共多达了17个 算一算一年这一些员工就捞走了国库3000万元 水利会旗下的基金会外投信箱 广告宣传单塞到炸出来 看得出来根本没人来上班 但通通有钱领 像台中环境绿化基金会 前国民党立委刘全忠担任董事长 特别费一年60万比部长还要高 总务组长绿化组长月薪3万5起跳 年终也有1.5个月 再看看水利研究发展中心 董事长赖平熊月薪5万块 年终1.5个月 端午节中秋节也通通有钱拿 一级组长三节奖金同样一节都没少 哈布朗当17个基金会一年粗估可从水利会捞走3000万 而且职员通通来自水利会 所有里面的董事长董监事 全部通通都是农田水利会的人 或者是他们的相关的装脚人士 那我们看到董事长绝对是领双心 乔丽名目大捞钱向这栋大楼里 三楼市七星农田水利研究发展基金会 四楼市七星农业发展基金会 一口气塞进两个基金会消化预算 农委会每年编22亿给水利会 但这样把国家的钱左手转给右手 究竟和贪污有何差别 三星新闻白桥英黄云风黄起超 台北抢不到